都没有回复的话 我不排除将会发动联署 要求召开临时中央委员全体会议 气得秀出联署书 蓝营新科中常委孙建平不满主席 打到一挥展向黄复兴党部 寄出党章喊话中央扯回成命 这些法治其实都不是一个看守的中常会 当时所可以就能够推翻的 我们支持改革 但是必须符合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正义的改革 将是国民党党史上最灰暗的一天 当着党主席朱立伦的面公开唱反调 孙建平还提案进中常会撤回组织改造案 不过上头只有一名中常委联署 只是蓝营断吹消息时有所闻 还得负担黄复兴党部拒讹人是非 这才会被主席视为眼中钉 如果我们污蔑他们 是拖垮国民党财政的元凶 那这样子是一种过河拆桥的行为 所以建平在这边要求党中央必须公布完整的财务报告 只是这意见恐怕还是难以上达天厅 相关人士如今也拍板 KMT Studio整病三清 召集人由立委葛如军接任 黄复兴则改组为退伍军人部 主委则是由纪林连转任 一步一步都按照步骤在做 不管是相关的整合工作 或者是扩大战力都已经在做了 我也相信未来能够发挥更强的战力 蓝营立拼改革积极备战 2026百年大党想要攘外 更得先安捏 静新闻黄强需要为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